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节地罪网案的被告张波、叶成成故意杀人死刑复合一案 依法作出裁定,核准张波、叶成成死刑,在31号上午执行死刑命令 31号上午,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对张波、叶成成执行了死刑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依法派员临场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复合确认,被告人张波隐瞒已婚已遇事实 与被告人叶成成建立不正当男女关系 2020年2月,张波与妻子陈某某协议离婚 叶成成将张波与陈某某二子视为结婚障碍和生活负担 多次与张波共谋杀死二子 未便于作案,张波诱骗陈某某将女儿送至其家中 2020年11月2号下午,张波趁其母亲外出之机 将女儿和儿子的双腿抱住,掀出15楼窗外 至两名幼童死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,被告人张波、叶成成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对二人判处死刑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